2018台北河岸同乐会 今年迈进第三届 已是大台北地区 暑期任门休闲活动之一 新政府是好举办宣传记者会 现场已有大人带着小朋友 抢先来体验重启溜滑梯 休闲的地方啊 可以避暑吧 可以增进小孩子的见识啊 还有可以让他有一个 很好的环境可以成长 很好玩 溜下去的时候比较好玩 我想再玩别的 可以再玩用爬的 为了要拉近台北市民与河流的距离 台北市政府特别在今年 邀请是大运明星熊站站台 还首度规划以熊站为主的水上乐园 所以我们今年其实结合了非常多的 包含水上的刚刚讲的溜滑梯 或是在路上呢 我们也结合一些穿衣 像是有二手市集 所以我们就觉得 其实把熊站的精神 融到河岸同乐会里面 其实对小朋友的暑假来讲 应该会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体验 14号在大家河滨公园 正式登场的台北河岸同乐会 除了有二手市集 清水游乐活动 趣味游戏一文表演 还有为小朋友设计的传观游戏 让家长跟小朋友在暑假期间 有个地方可以亲子同乐 而活动是完全免费 民事新闻 虎顺五六台北市采访报导 帮助演 感谢